大家好 我是阿天 近日是2021 10月19号 快要10月20号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无尽阵徒在帖出了新的角色讯息 猎魔之宫爱德华 他的特点是优先攻击后排射出带有 魔力的箭矢造成巨大的伤害 然后依靠快速爆发建立优势 有输出有控制 那这一只角色呢 就是圣耀帝国的新角色 圣耀帝国的新角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造型 拿着一把大弓 没有错 这个就是禁忆远征 然后耀光帝国的格温尼斯 那这个光弓的出现呢 其实你叫他光弓在无尽阵徒的这个造型也蛮适合的 光弓的出现呢 可以说是目前圣耀帝国的高光时刻 也就是说呢 目前你大概五只 五只这个耀光帝国 圣耀帝国的角色 不论是竞技场 又或者是推图 练五只圣耀帝国 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一只角色 他之后会有弓棋队的搭配 当时呢 如果说没有玩禁忆远征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禁忆远征的弓棋队 当时弓棋队出现的时候 根本就是一个毁天灭地的一个阵容 根本有这一对啊 就可以快速推过很多图 然后什么女王啊 那个输出啊 其实根本就不够快 那个光弓出来碰碰碰 就可以把人家炸掉 那这样讲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光弓就是这个格温尼斯 那在剑忆远征的设定呢 这一只木盾 这个木盾是谁呢 这个木盾的话 其实也已经有出了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圣耀帝国的 这一只哥弗雷 然后呢 这个木盾跟哥弗雷是蛮搭配 但是以剑忆远征来说 是这个女骑士 因为呢 女骑士呢 他除了有增加攻击力之外呢 他的第一个动作会把这个人往后推 然后呢 木盾也可以把人家往后推 木盾同时他还可以有保保后排的这个这个技能 好吧 那我们来讲讲看主角光弓 光弓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的特色是穿越前排直接射后排 穿越前排直接射后排 所以呢 他如果站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射这个这个光法 他如果是站这边的话 他是射罗万 那他的技能又有一个特色 他会去连贯 连贯造成这个这个伤害 所以说他如果说射光弓的话呢 这个上面这只角色也会也会跟着受到伤害 那他如果射这个中后排这只角色呢 上下都会受到伤害 那可是如果说后排的角色像是蝴蝶 又或者是说后排的角色他会往前走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会连不到 那这个连到有多重要呢 因为后排常常会有很多角色站着不动 我说以前期来说 像是我们的无双艳后 在后排开结界 又或者是后排站着女王 后排站着阴森女王之类的 有些角色他就是属于站在后排不动的 那这个光弓射下去呢 他除了可以对后排造成有效的连锁伤害之外呢 除此之外 我们从这个技能的说明 有输出有控制 他的弓箭射出去之后呢 对方除了会有巨大的伤害 还会有这个什么燃烧的那个持续伤害之外呢 他还可以晕眩敌人 所以说呢 后排的敌人呢 光是这样一直被射 就一直被晕 一直被晕 一直被晕 那等到后期啊 如果说还有这个 让普攻加速的亚瑟 可是亚瑟出现 不知道5G争吐还要多久 那总而言之呢 如果说他的攻速变快的话呢 哇 射下去 碰碰碰碰碰碰 后排连动都不动 就直接被秒了 那如果说再配上 像是那个女骑士 就是帝国神医 又或是哥弗雷 他的开场动作是会把人家往后推 把人家往后推之后呢 哇 前排的人也跑到后排去 这样子光弓再射过去之后呢 哇 一次烧四只 一次晕四只 超级爽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剑义远真的这个状况 大概是这样子 往后推 射过去 哇 你看一排的人 有没有 一排的人就 整个都被烧起来了 你看这光弓一键射出去 这个是因为说这个 末日晶卫 他已经 什么小兵来打断动作 但是我们只要看前面的 那个动作就好了 这两个人 都会把敌人往后推 然后你看这一键射下去 全部人的动作都 都被打断了 这样射 那威力强的话呢 其实射一射呢 就对面就整个被射爆了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宫崎队的 应该说宫崎队的出现呢 会扭转整个推图的这个打法 那就是大概后期的推图呢 在女王开始没有力之后呢 大概分两个类型 一个就是宫崎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德恩温 德恩温啊 绿域的蝴蝶控场队 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个 无尽争徒是不是 也可以用推人的方式 我们先随便试一下通天塔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是哥弗雷 我们只要注意哥弗雷的这个第一个动作就好了 我们注意哥弗雷对这个赛库 他也是反正要往后推 有往后推一点点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搭配光弓射过去的话呢 你看 你看这场战斗 这个萨满 大萨满 然后这个 这个枯骨猎手 然后这个女王 他们都是躲在后排 而且都站着都不会动 正因为他们站着不会动了 所以他们的站位是三个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样子呢 这个光弓射过去后排之后呢 射到这个中后排的角色 同时他就会震晕这三只角色 那这光弓其实爆发力也是十足 射过去之后呢 碰碰碰很快 后排三只就被秒掉了 那其实啊 大部分 这个 我们比较有拒威胁的都是后排的这个输出手 当输出手被解决之后呢 前排的这两个角色 大概也没有 也不会造成什么困扰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哥弗雷吗 会把人家往后推 那我们来看一下帝国神异 帝国神异这只角色 他也是可以把人家往后推 而且在无尽征途的帝国神异 你看 先注意看赛库 有没有 整个往后推了 而且无尽征途的这个帝国神异 还会冲到后面去 牵制敌人 这样子还会让后排的敌人 卡在这个地方去对付帝国神异 所以我觉得帝国神异啊 在这个什么 在无尽征途 说不定比剑异远征的女骑士的那个牵制效果更强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开场推人啊 开场一推然后光弓一射 射射射射整个把人家射爆 那如果说这只角色再搭配个光盾 或是这个亚历山德啦 持续的去晕人去射啊 其实一场战斗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只角色 玛格丽特 那光弓呢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猎魔弓手 如果是说他的这个设定是跟剑异远征一样的 他会有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这个 这个专属技能 当贴身范围有友军的时候 攻击力会提升10% 20% 30% 如果说你把这只角色 星级升到最高 就是尽量让他升级 战力变高之后呢 那玛格丽特放上去 让这个玛格丽特跟随着他 哇同时玛格丽特可以给跟随着的能力 然后呢 这个猎魔弓手 这个光弓这只角色 他又会因为说别人在他身边 然后触发 专武的效果又提升攻击力 哇那这个就很猛 所以很多这种后排啊 站着不会动的角色啊 原先你是觉得很麻烦 因为这个 每次就在后排输出嘛 然后前排 你打不赢的话 你就打不到后排 现在有了这个光弓的出现呢 这种三个站着不动的啊 这光弓射过去最爽了 一下子三只就解决 所以呢 当时在剑异征 攻击队的这个打法出现之后呢 哇几乎 这个是轻一射的攻击队 然后基本上只要后排站着不动啊 这种阵容都可以解决 除非后排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譬如像是 会 会这个怎么讲呢 会切来切去的干涉 怎么讲 忍者 忍者的话在 无尽灯弩是哪一只角色 是 我们来看一下 无尽灯弩是这只角色 我还没获得啦 汉斯 汉斯他也是常在后排 可是他会换位置 切来切去 这个时候 你让光弓去射他就不好了 然后还有一些站在后排的角色 不大适用 譬如说 譬如说看一下 譬如说 史诗的肥料 像是这一种 他会渗移到我方的这个后排去 还有 后排会跑来跑去 像女仆 这个玛格丽特 他有时候他也会在后排 但是他 他会去往这个 战力高的人去 去前进 所以这样子也不大适合 那但是呢 基本上 大部分站在后排的角色 都很适合这样把人家射爆 那像是这种 无双艳后啦 你这个射他的话 我们的圣耀帝国 又克制这个 又克制光谷墨雪 所以说杀伤力 又会更进一步提升 那但是啊 如果说后排是像这个 这个基利亚 又或者是新的那个角色 这一个 贝洛迪萨的话 那就不适合 因为像是基利亚跟贝洛迪萨 他们都是会往前走的 那你如果说让光谷去瞄准他的话 他们往前走的话 就射不到后排 因为这一只光谷的角色呢 他主要是针对后排的这个敌人做输出 那前排除了你要上 这个帝国神议 这个科斯坦沙之外呢 你也可以上这个 哥弗蕾去推人 因为哥弗蕾呢 他还有一招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当一名布阵在前排 但是他必须要站在前排 当一名布阵在 在这个后排的敌人 的友军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会跳到友军身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如果说他去保护这个光光的话呢 光光身边也有人 然后他又可以触发这个 这个专武的技能攻击力提升 所以这个哥弗蕾去跟光光搭配也不错 所以说科斯坦沙跟哥弗蕾都可以考虑 当然你前排要放这个 万用的亚历山德拉 当然也是没问题 那另外你如果说上这个 如果说你要增伤效果的话 上这个吉纳维斧也可以 反正就是所有人都是 都是那个光光的这个这个搭配哦 那你要上像是蝴蝶啊 矿矿场啊又或者是说上 蝴蝶可能会有的时候不大适合 因为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后排的人放逐掉 然后你就适合不到 这有点麻烦 那像是无双宴后 他的开场这个结界 也可以让光光吃到这个攻击力提升的这个buff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就是变成是原先的基底是耀光三宝嘛 那现在基底可能是耀光三宝 然后可能就是 玛格丽特跟亚历山德拉继续用 然后可是呢 主攻击手变成了光光 这样子 那我们就等待光光的出现吧 通常 FB的讯息出现之后呢 应该是这个礼拜 我记得都是礼拜五更新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只角色应该是礼拜五 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一定要把它收到新闻清单 只是说目前来说 要获得新角色还是比较困难啦 好那这个是光光的部分 然后另外荒漠狂欢节的话 这个是当时已经说了嘛 建议是选无双艳后 然后目前的活动荒漠比武赛 我都是换红专武 因为是亚历山德拉要优先上这个专武30 怎么我又可以兑换了 好兑换一下 我原先就想说 我是上这个圣耀帝国跟这个自然灵异 可是我发现说 单单上圣耀帝国跟自然灵异不大好打 所以我后来我还是选择用这个荒谷墨雪 跟那个上谷蟹破 因为呢 我只要有一个女王够强 基本上 这个打比武大会 我们就靠女王一个人轰就好了 好那这是荒漠比武会的部分 那最后呢 影片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邪教剿灭的最后大boss吧 这一只 大祭司 这个邪恶无忌呢 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两天打一次 那个工会的那个工会王嘛 好我们来看看 以我现在这个实力打不打得赢 然后我这边我有三个buff 每场战斗受到致命一击产生护盾 然后命中增加 还有死神收割 那来看看这样打不打得赢吧 这样子还是蛮壮观的 你看这个boss这么大一只 来吧 穷啊 然后开auto下去啦 会让我方自相残杀 有点麻烦 如果说我们有双子啊 或是 或是那个罗伯特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负面状态 但是没关系啦 哇 你看这个是boss 我的蝴蝶开大招之后 晕不到对方 哇 我如果说这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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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看来看来不是问题嘛 这个buff已经吃够了 好过关 哇 1000EXP哦 超级爽 1000EXP 好那现在呢 我的领地占到已经最多了 所以我已经开始可以 慢慢的把这个巡逻军旗给用掉 那这个巡逻军旗呢 就是在远征物资 每个礼拜花1000块买的这个军旗 因為我覺得上限就是15個6級領地 那15個6級領地怎麼看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看 最高100級以上就是15塊 你雖然說這個經驗值跟等級可以無限提升 你可以無限獲得這個藍肥料 或是你課金不斷的獲得這個紫靈紋石 但是這個上限就是3對 然後體力一天就是恢復3000 然後這個每天可以掛的那個積分領地就是15塊 所以我們就是上面的這個雪地喔 占到15塊其實就夠了這樣子 然後我看一下我這邊行動次數是不是用完了 沒有喔 我的第二小隊還有行動次數 可是已經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因為接下來就是到處打打 然後再多獲得一點點的這個體力 應該說這個經驗值 然後再多拿一點肥料 後面大概就只能做這個事喔 又或者是 還可以拼拼排行榜啦 因為畢竟這個經驗值 這個經驗值會影響到排行榜 現在是15名 對對對 這邊還有鑽石獎勵喔 那雖然說我已經感覺上沒什麼事了 但是還是要把這個領地去打一打喔 你看這個第一隊用完了 然後我們把第一隊的阻力放下去 然後就是那個樣子吧 然後再把第二隊放上去 存檔 好 雖然說我現在這個 這個尋奪的領地已經佔完了 然後也沒什麼事做了 可是呢還是要盡量繼續打齁 那打的話打高階的領地 會獲得的經驗值比較多 然後前面這邊還有BOSS還可以打 這邊還可以再賺一點經驗值 到時候再讓我回答齁 我現在體力有1114 那我先去佔這個泉水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泉水是什麼東西喔 這個是幾方英雄速度增加 不錯喔 速度跟技能收放增加20% 然後這是自靈英雄傷害增加 然後開始恢復能量200點 這個好像有玩家問我說 我的第二隊是什麼BUFF 好 那我再拿一個這個烏技之聖的BUFF 好 我等一下第二隊回去 繞回去打那個BOSS好了 再多賺一點經驗值 拼拼排行榜 好吧 那這個 這個 斜掉剿面這個後面這個部分 就沒有什麼特別 反正就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慢慢這樣子打過去吧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